游到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游到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大仙 一提到奶妈这个词啊 绝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样子 一般都是蔡文姬呀 或者杨玉环 而那些思路比较新奇的小伙伴 可能联想到的是 扁鹊 明世银或者孙弼 但有一位英雄 我相信在座各位是绝对想不到的 给大家三秒钟 猜猜问是谁呢 好 公布谜题 他就是苏烈 别走别走别走 好好听我说完 乍一看苏烈这个挥舞 这防粮柱的超汉子 怎么看都跟奶妈这个词搭不上边 但事实上 一旦苏烈处于冰死状态后 他身边会立刻出现三个光圈 队友走进点亮这个光圈后 不仅加快苏烈复活速度 还能立刻为自己回复 10%的最大生命值 点亮三处 可以立刻回复 30%的最大生命值 要知道 一旦进入游戏后期 一个坦克英雄 血量不过万 那都不好意思出门见人 30%最大生命值的恢复 坦克见了笑哈哈 射手见了药角妈 而众多坦克中 有那么一个男人 就能完美的配合独立 两个人就能达成 四命冲锋的成就 就是我们白起了 大仙大仙 你这就吹过了吧 不是说好了 最多恢复30%的血量吗 算是要苏烈的复活 顶多三条命啊 哎 翻倍的buff 知识 白起如果有一件 不死鸟之眼的话 那么他在点亮所有光圈后 就能立刻回满所有血量 而且白起与苏烈 双坦冲脸配合 不仅肉的可怕 他拥有全英雄中 最变态的两个大团控 苏烈大招范围 几乎是占据整个屏幕 并且还能实现 大闪飞五人的逆天操作 两个字形容 无解而白起的大招 2.5秒群体嘲讽 配上闪现 可以实现超远距离 零年十秒辣 两个字形容 无敌 那这两个英雄 组合起来了 那就变成了 无解无敌的 莽夫组合 认你再怎么保护 就是冲连秒后拍 你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当然 苏烈被动 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作用 那就是帮敌人回去 这个敌人啊 也只能指定 另一个肉爸爸 就是东方 如果苏烈 在被东方大招控制的时间内 触发了被动效果 那么东方会跟苏烈 一起挥满60%的血量 也就是网上俗称的 东方好像吸到了大洞啊 不知道各位同学 还知道其他类似 这样神奇的事情吗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好了 今天的快报就到此结束了 王者镜头设备风 与大仙都得梦 我是张大仙 没玩七点半 都一六八八 咱们不见不散